同学们好,欢迎回到尔雅语文课堂,我是小鱼老师李颖鱼 上节课呀,我们跟随着马利奥的步伐,对不对? 我们一步一步的闯关,从春节呀,一直闯到了重阳节 全部了解了中华传统节日 我们呀,现在提到某一个关键词就知道哪一个节日,对不对? 而且我们知道了,一月初一,三月初三四月,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 这样神奇的数字节日 那既然对中华传统节日有了这么多的了解 那你想了解一下古人诗里面的节日吗? 哎,古代呀,我们知道古人写诗呢,什么题材都可能涉及到 比如说呀,看到的景色,发生的事情,甚至正在过的节日 都可能进入到他们的诗里面 那这么神奇,这么丰富的节日在古人的诗里面会体现的什么样子呢? 我们今天啊,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一下诗中节日 今天呢,要从千家诗这本书里面找千家诗里面的诗中节日 千家诗说起来这本书,我们就得介绍一下了 虽然呢,已经选过小余老师下半年卡同学可能已经学过 按千家诗其他的部分了 但是呀,很多同学可能还不了解千家诗 我们今天啊,就通过一个游戏来带大家了解千家诗这本书 好的,那这本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千家诗 说起千家诗呢,小余老师要说起四个字 叫做三百千天,三百千天是个什么样子呢? 是承法口诀吗?还是什么数学口诀?都不是 这个呀,是一个关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启蒙教材的一个缩略的名称 也就是说啊,这其实是四本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 所以他们合起来一个小成语叫做三百千天 就指单子这样的基本的启蒙书籍 像千家诗呀,港开我们之前了解的很多这样的启蒙教材一样 那这个成语呢,在现在台湾地区很多地方已经通用都在用这样的成语 那小朋友们知道这四本书到底指的哪本书呢? 哪四本书呢?三百千天 首先,梁老师既然说今天要讲千家诗 却提到了千三字,三百千千 同学们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千里面的某一个千肯定指的就是千家诗,对不对? 哎,你太聪明了,你简直是大侦探福尔摩斯呀 确实,这三百千千,其中的一个千就是千家诗 那其他的这三个字呢,三百千分别是什么呢? 哎呀,想一想,我们现在想三 三开头的哪本书呀? 三,三,三,哎,你就知道一本书,对不对? 就是那本书,三字经,那百呢? 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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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赵前孙礼,周吴正王,哎,百家姓,对不对? 哎,百家姓,关于啊,介绍各种姓,哎,你姓什么? 比如说啊,姓李,小玉老师姓李,哎,同学们分别姓王啊,姓郑啊,姓各种名字,对不对? 百家姓,那还有一个千呢? 除了千家诗,是不是千家诗说了两遍吗? 不是的,还有一本书呀,叫做千字文 千字文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教材,大家也可以找来看 这本书的神奇之处在哪呢? 这本书里面呀,有一千个字,关于介绍小朋友们从小各个方面应该怎么做的书 但是神奇的是呢,这一千个字啊,没有一个重复的 就是说这一千个字啊,全都不一样,所以它叫千字文 我们说,其实虽然大家可能写文章啊,会写到现在写自己的,写看图书画 可能能写到二百字,甚至三百字 但是呀,你可以自己数一下,里面肯定有好多字都是重合的 像很多呀,的呀,人呀,他呀,我呀,肯定都会重合的,对不对? 可能都会出现不止一遍两遍,可能要上十遍,甚至我出现了好多遍 但是千字文这本书呢,它的神奇就在于里面没有一个重合的字 所以大家有兴趣吗?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 那我们就了解了三百千千这样的一对,哎,这样的四本 关于最基本经典的启蒙书籍的名称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签加诗里面,哎,包括其他的部分的 啊,包括小佑老师从其他地方选来的一些比较著名的诗里面 来通过诗歌告诉大家七大传统节日在诗里面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关于说起诗歌之前 我们还得先介绍一下诗歌的一些传统 这一部分呢,在签加诗里面的其他春季班里面也有讲过 因为呢,我们的暑期班是第一个开始的 所以我们再来讲一遍关于签加诗里面 关于诗的分类 哎,大家知道这两个词吗? 绝句和御诗,哎,听起来好陌生,对不对? 那我们只是听说过,我们背的那个诗 老实说这个是绝句,这个是律师 其实我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绝句,什么是律师 律师是不是打官司啊,那个律师啊 不是的,是这个格律师 那没关系,小佑老师今天啊 再来让大家自己做一个小实验 你就知道什么是绝句,什么是律师了 我们知道绝句和律师啊 一般呢又会说分成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 五言律师和七言律师 那到底什么是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师,七言律师呢? 小佑老师就给你四首诗 虽然没关系,看不懂这四首诗都没有关系 不用读它也没有关系 不认识字也没有关系 我们要的呢是去数 它里面呢有几个字,以及有几句话 先来看第一首 哎,这首诗当然其实很清楚了 都学过,对不对? 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首先几句话这首诗,哎,赶快一数 一二三四,对不对? 所以这首诗里面首先是有四句话 那每句话里面有几个字呀? 一二三四五,五个字正确 好,那这就知道了,四和五 七言绝句,我们再来看一首 哎,这首诗,可能有同学不了解这首诗 没关系,这首诗呀,我们不用去读 大家就来说,这里面有几句话 少小离家,老大回,相依无改,病毛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 孝问客从何处来,对不对? 一二三四,也是四句话 那总共一句话里面几个字呢? 快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哎,七个字,对不对? 所以四句话,一句话里面有七个字 再来看一个五言律诗 哇,这个有点长了,对不对? 那小离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西闻洞瓶水,今上月阳楼 小离老师在数的过程中,大家赶快来数哦 吴楚东南彻,乾坤日夜福 金鹏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荣瓦观山北,平轩辟四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句话,对不对? 哇,这个多了,八句话 那总共一句话里面几个字呢? 一二三四五五,也是五个字 我们来看一个七言律诗 最后的一个,哇,这个更长了 小小儿在读的过程中,赶快来数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微夷,藤细浪 乌蒙瓶礴,走迷丸 金沙水派,云亚暖 大渡桥衡,铁索寒 更行礼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静开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哇哦,也是八句话 每句话里面有几个字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几个字呀 七个字,对不对? 哇哦,那这下大家就搞清楚了 我们先来看 这几个绝句 绝句首先左边是 有几句话,右边是 有一句话,有几个字,对不对? 所以看出来了,绝句都有几句话呀 不管是几个字的,都是有四句话,对不对? 绝句呀,都是有四句话 那律师呢,不管后面有几个字呢,就是有八句话 这下大家就知道什么叫绝句,什么叫律师 下次你看到一首诗 首先明确它是每个每一行 就是每句话的字数是一样的 这叫诗 那你看到这首个律师的话呢 如果呀,有四句话的呢 一数有四句话 所以呀,它就是绝句 然后再一数有八句话 看起来很多的,那它就是律师 对不对? 所以绝句话律师呢,就是通过 它的句数,有几句话来决定的 那这后面所说的几言更明白了,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五言,就是五个字 七言就是七个字 五言就是五个字 七言就是七个字,对不对? 所以呀,几言就指的是几个字 下次呢,再随便看一首诗 大家一数啊 几个字,几行 几句话 四句话,那它就是绝句 再一数,一句话里面有七个字 那就是七言绝句,对不对?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绝句和律师 那么签加诗里面呢,就分这样的诗 有各种种类的 那待会儿呀,我们可能不只会提到诗 在提到诗的过程中呢 大家一定要来判断 这首诗是几言的诗 以及它是绝句还是律诗 好不好呀 好的,那我们这下 赶快先来清空一下脑子 明白一下 赶快再重复一下 告诉自己 绝句是什么呀 绝句是有四句话的 律师是什么呀 律师是有八句话的 那,嗯,绝句里面分呢 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 有五个字的,七个字的 然后啊,律师分五言律师和七言律师 也是五个字和七个字的 哎呀,绕了这么大一圈 终于明白什么是绝句 什么是律师了,对不对? 好的,那我们呀 赶快这节课呀 来开始我们从诗中学节日 那这节课呢 小刘老师要给大家提出一些要求 什么要求呢? 这节课呀 小刘老师在每一首诗呢 会带着大家一起来读 那在读完的时候呢 大家要告诉小刘老师 这首诗代表的是哪个节日 通过我们上节课所说的关键词 节日的关键词 你从诗中找出这些关键词 然后来判断它是哪个节日 放心,小刘老师肯定不会来提高难度 这些节日呢,诗里面背后的节日 都是上节课我们所学的七大节日中的某一个 所以呀,赶快 开读你们的小刘瓜 赶快想一想 哪一首诗代表到底是哪个节日 好的,那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首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